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登上月球的是十份著名的阿波罗号飞船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宇航员送上外太空的国家 其实如果他们一直将研究进行下去的话 是完全可以很快登陆月球的 但是 他们却停止了登月的计划 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说已经去过很多人了 而且 我国的玉兔探测器在后来也成功登陆了月球 为啥也选择了终止呢 这是很多人都十分疑惑的 月球上究竟有什么 不让这几个国家都选择放弃呢 我们都知道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卫星 它很早以前就开始绕着地球环形 为地球挡住了很多陨石的袭击 阿波罗登上月球之后 收集了大量的土壤和化石 他们发现月球的化石和地球有明显差异 并且月球的土壤暴露了它的年龄 它可比地球古老得多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的阿波罗号就登上了月球 这跟美苏争霸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阿姆斯特朗的这句话被烙印了全人类的脑海里 人类无谓的探索精神永远令人动容 但是 直到现在 依旧有许多人质疑美国登月的真实性 美国的一个探索节目留言终结中曾经做过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 美国该有五分之一的人 不相信登月是真的 我们从未登上月球的出版 讽刺电影摩羯星一号的放映 无不透露着美国人的怀疑声 在这一只眼里 美国是为了在和苏联争霸的过程中用舆论去压倒苏联 于是精心谋划了这一场举世瞩目的骗局 当时面向全世界的直播其实都是美国在摄影棚里面拍摄的 为此 他们还拿出了许多的证据 首先 为什么直播中的天空没有星星 月球没有大气层 天上的星星应该更加显眼才是 很简单 登月的时候是在月球的白天 那时候太阳光还很强烈 完完全全盖过了星星的光芒 地球上白天不一样也看不到星星了 然后他们又拿出了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证据 他们提出照片里面许多物体的影子不是平行的 这说明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光源照射 这个观点又被很好反驳了 因为月球的表面并不平 在单一光源的照射下 影子本来就不会平行 同样的地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且当一个人走在许多光源的地方 一定会有很多影子 最后他们又从插在月球表面的那一面美国旗上下功夫 众所周知 月球表面是没有空气的 那为什么美国国旗能够随风飘动 NASA曾经做出了回应 他们也考虑到月球真空的因素 担心美国国旗无法展开 所以将旗杆做成了IAL的形状 而在真空的环境下 观星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 因此旗帜受到的波动就不会很快停下来 给人它随风飘扬的错觉 相比于那些站不住脚跟的说法 美国登月旗时有更确凿的证据 有三个激光反射镜被阿波罗号留在了月球上 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对反射镜的位置发射激光都会受到反馈 即使现在天文台也都还在用这些精确的反射镜 来对地月距离进行测量 如果真的没有登月 月球上的反射镜又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阿波罗计划施行的11年里 总共从月球带回了382公斤月球土壤 太空技术同样牛逼红红的苏联 在1970年的时候利用月球16号带回了月球土壤 他们用三颗样品与阿波罗11号带回的三颗样品做了交换 苏联研究分析 阿波罗号带回的月球土壤成分 和自家的探测器带回来的土壤成分非常相似 我们都知道苏联和美国是死对头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 苏联一定会第一时间揭穿这一场骗局 况且美国曾经赠送给了中国一颗月球土壤 我国科学院院士利用这一颗月球土壤的研究 在国际上发表了40篇权威的论文 2010年10月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我国嫦娥2号送上太空 一系列精密的计算使得嫦娥2号成功进入月球的轨道 在此期间 阿波罗号的许多登月痕迹都被拍摄到了 虽然并不是那么清晰 美国当年为了这一项阿波罗计划 耗费了差不多225亿美元 用了这么大的代价 总不会想要去骗自己吧 当然阿波罗登月之一之所以这么多年还这么沸沸扬扬 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国民的不信任 还是因为别国的嫉妒 他们的技术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 加上美国在后来的50年没再登月 他们就放任这一流言的传播 像航天技术还不错的俄罗斯和中国 就不会有这方面的质疑 那么究竟为什么 在此后50年的时间里 美国和其他国家再也没有将人类送上月球 有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说法 那就是宇航员被外星人警告 这个说法的依据来源于当时阿波罗的登月直播 中断了差不多4分半的信号 我们无从得知这4分半究竟发生了什么 传言当时很多私下窃听的无线电爱好者 听到了这4分半空档里的对话 对话的内容是 阿姆斯特朗发现了一架不曾见过的飞船 在不远处的环形山 为了不引起巨大的轰动 阿姆斯特朗临时切换了频道 NASA负责通信系统的工作人员 也证实了被切换到私人频道这一说法 据说奥尔德林在登陆月球之前 就察觉到了一架不明飞行物 他当时就联系到了地面控制中心 很明显那不是火箭处推弃 直到后来三位宇航员都注意到了那艘飞船 还有传言说 美国其实早就预料到会有外星人 因为之前的探测器有拍摄到 我们所见不到的月球背面 月球背面有许多成塔交织的废弃建筑物 显示出文明存在的痕迹 事实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 有消息表示 直播中断的那4分多钟 是美国刻意为之 他们一直有着将月球据为己有的阴谋 阿姆斯特朗在登月之后 会按照计划宣布月球为美国领土 只不过阿姆斯特朗不仅没有听从 还宣布月球是全人类共同所有 因此地面控制中心迅速掐断了直播信号 他们要求阿姆斯特朗按照原计划执行 阿姆斯特朗依旧没有答应 如果不是受到外星人的威胁 那人类又是因为什么不在登月 我们大概可以从登月的投入上找到答案 美国当时为了超过苏联 什么都顾不上了 投入了整整255个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占据了美国当年GDP的0.57% 这0.57%拿到现在来看 差不多都有一千多亿了 这相当于美国现在七艘航空母舰的投入 而美国现在一年造一艘航空母舰都有问题 美国是第一个在人登月的国家 目前而言也是唯一一个在人登月的国家 已经书写过了这样的传奇 何必再次投这么多钱去重复做一件事呢 还不如将大把的科研经费放到其他的项目上去 还有人说是曾经BBC有报道过 霍金警告人类不要登月 这件事在BBC官网上根本查不到 其实霍金先生因为地球资源的问题 一直鼓励人类走出地球 向宇宙更深的地方探索 所以霍金先生警告人类不要登月 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美国可以说是在登月时上功成身退 所以没有再进行登月计划了 那其他没有实现人类登月的国家呢 在2007年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庄丰园 就提到过了中国人的登月计划 他表示宇航员如果要在月球那样的真空条件下 带上一段时间 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比如要开发出一些保持他们身体状态的药物 对现在的技术而言 中国登月还有点难度 副总指挥卢恩杰也表示过中国宇航员登月计划任重而到远 估计要等到2030年之后了 因此中国取消登月计划只是因为技术还不过关 因为月球上没有被人为破坏和改造 处于一种很原始的状态 所以是人们研究远古地球 研究地球周围演变的最好平台 月球之上布满了能源宝藏 月延时中除了拥有丰富的地球本身含有的物质 月球上还有丰富的亥福三 这是地球上没有的核聚变反应形成的燃料 其实月球虽然不小 但是能够攻打造基地的地方真的不多 月球建造基地的区域依旧是僧多州少的局面 所以许多国家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登月计划 在未来更激烈的太空竞争中 只有抢占先机才会有话语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